我们现在要进这个Mammals Cave的这个洞 我们走的就是New Entrance Trail 所以这个洞看起来很诡异 好 我们继续再看 我们现在再往下走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窄的地方 然后呢 而且又很暗 其实并不是很清楚 我不知道在这里实际上能拍到多少 但是给个Mammals吧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打厅里面 听这个人在讲话 然后呢 我看到上面是这个样子 有一个洞 让我这次很快就要塌下来了 希望我们不要现在塌下来 好 我们在这听他讲一会儿 将军握放在到了几天真结束 然后再到身上上半个 的团队 又我把他继续继续续续续续续 所以我以后 就在高和大高 s Enterprise 我觉得挺恐怖的 如果说是 只有一个人在这里 我觉得真的是挺吓人的 这边路好像变得比较窄了 然后也有栏杆了 就让人感觉像是一堆乱石 堆在一起 笑不笑 刚才这个导游就跟我们解释说 你看这边的这个墙 这个实际上就是很 很 就是很 不平滑的那样子 就声明这一区实际上是 没有被水冲刷过的 然后 所以它就是形成的 就是很 很这样很 很不润的那种感觉 如果是被水冲过的话 它应该是就是看起来还是挺平滑的那种感觉 所以 我觉得它这个洞里就是保持 这么长时间是就是 它也是很干燥嘛 但是不太好看 就是 如果被水冲刷过的话 它应该是很润就很好看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一区呢叫做 Feldon Niagara Falls 刚才那个导游说 这是一个非常 spectacular view a part of spectacular view of this cave 但是实际上 就很少一点点 就是 由那个石灰的那个水 把那个石头侵蚀成这个样子 所以形成这样子的 一轮一轮的那种 就好像是 水柱被冻 冻住了那种感觉 foundational 但是实际上 链的 因为那洞要为这里的 漂亮了很多很多很多 行了 这个 Spectacular View是这样